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这些信息都要确认 我也讲慢一点 我是盼望各位能够听进去 有时候我来的时候我发现 各位的时间表上有一些我们要出镜的地方 我现在认为说我们广州这边还是在信息方面多要装备 各位还是要多听信息 有些祷告的奥秘是如果你没有道 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各位祷告和道是要在一起的 道里面有主的声音 那你才懂得在祷告当中靠圣灵 那今天早上刚才那一段我讲到有教会的一些文化使命 那现在我特别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家庭 特别我们的家庭的福音文化 各位 各位这个福音文化呢 是实现在家庭里面 我可以说先是实现在家庭 其实我们一个人 一生的智慧 还有心理的力量 你会发现跟我们的家庭是直接有关系的 我们怎样的被养育 如果你的父母是信徒 或者说夫妇两个人是信徒 那带着主为王在这个家庭当中 然后彼此相处 那这个当中 我们彼此的软弱会显露出来 我们彼此的犯错 也会在家庭里面显露 但是因为是流着一样的血 对不对 流着一样亲情的血 所以我们能够允许犯错 我们能够允许我们旁边的人 继续有机会再次改过 所以一个福音的文化 你是先在家庭要设立起来 然后如果教会里面 教会里面也真像一个家庭 不是四分五裂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教会的一个福音文化也会兴起来 其实只有这个两个地方了 这个世界是残酷的 你就在家庭里面犯错 教会里面软弱 你会受包容 但是你一从这个两个地方出去之后 你会发现人不给你机会 在那个地方你继续受到的摧残 人家要求你 你失败的时候没有人会可怜你 在外面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信徒 我们信徒虽然我们说我是白印的后裔 他们就追得上走在领先 但是我们信徒虽然软弱 但是主给我们家庭单位跟教会单位 一个家庭的文化 要怎么塑造呢 当然我们是间接着福音了 那福音里面的价值观要带出来 那价值观讲了出来之后 一定有实际的生活 也实际的挑战 那个时候你要怎么造成神为王 我们一起仰望住 没有一个问题能够留在我们中间 各位这样的文化有没有 夫妇两人也是 没有一个问题 因为主爱我们了 没有一个软弱是我们不能包容 我的孩子长大 我每一次给他们的有一些价值观 教导 都是在这个方面要刻印在他们的心 我的孩子呢 尤其我女儿 她的强项是英文 她是一来英文 以前小学的时候呢 每次拿满分的 后来呢 她换了一个班之后呢 那个英文老师是 天天不教课 只有讲故事 讲她的人生大道理 讲她的三个孩子 啊 怎样的好 怎样的成功 只有天天讲这个 所以呢 我的孩子呢 慢慢这一两年 她的英文就退不了 那么 有像她也这样跟我讲 她的同学也讲 哎呀 我们真讨厌我们的英文老师 上课的时候不好好教课就这样 那么 如果是各位 各位会怎样做 各位现在问 马上投书 对不对 换老师 还是急认老师 换解 我跟我的孩子说 孩子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班是上帝把你带去的 这个老师是会给你设立的 那他讲这个人生大道理啊 就是说 现在神要你学习人生大道理 必有东西学习 甚至是他的一些短处 这个老师太高傲了 他高傲在哪里 那你要找出来 不要单单 靠一个感觉 就是批评 同学们批评 你也批评 越批评越消极 然后你们最后 就是全部考试会失败 对不对 所以我跟他说 先有应许 给他很清楚的眼光 那 学习 那他今天讲了什么 你跟我说 然后我跟你说 他讲的话里面 有什么意思 他要你学习什么 或者主要你学习什么 先这样 那好了 这个东西他就听了 好了 爸爸 那实际的考试呢 比如说作文啊 考试这些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 你们知道吗 我就祷告了 他也跟母亲说 那我就祷告了 我说对 所以昨天我分享 这个见证说 你的老师没有把你教好呢 是因为上帝觉得 你的爸爸是更好的老师 所以我来教 你的东西很简单 你要只是要应付考试吗 我跟你们说 考试怎么应付 我以前就是这样应付考试 所以这样读到大学了 你们知道 真的是考试 但是你们可以读书的人 好好读书啊 不要走我的路 我是后面蒙神的怜悯 但是我要给他看的是什么 我们的心里面 不要遇到一个情况 怨神灾道 我更要给他看的是什么 如果神是与我们 与我们家庭同在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在一起祷告 我们在一起确认 仰望主 一定有路走 所以就这样 上帝实现出来了 我家庭还有很多很多 没有时间跟各位的见证 没有时间跟各位讲 但是我现在要给各位的一种感觉 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 你们遇到有难处 这个世界节奏太快 冲力太大 我们每次回到家 就是压力 丈夫跟妻子 两个人都累得不能沟通 丈夫就是拿手机 妻子就忙着自己在淘宝上面购物 那就这样吧 整个家庭 孩子玩自己的电子游戏机 玩什么 Pokemon 叫什么 心灵宝 你们自己去查这个道什么 这个全世界的东西 孩子就只有玩这些东西 那么你们想想看 这个家庭是马上被这个世界吞吃掉的 然后呢 一遇到一些冲击来的问题 学校要考试了什么 母亲就急起来了 就会冲孩子 使唤他读书 给他多补习了 孩子也受到那个压力了 忽然好像整个家庭 一来都是这样的 忽然间要转方向 转不来了 各位 所以这样的家庭 养出来的孩子 是越来越脆弱 这样的家庭 夫妇的关系 是越来越冷淡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在讲的 那然后呢 如果全家人是去教会的 那你们呢 一定会问 那神在哪里 自动的 你们不把神当真了 不真实 那个神 神的同在 神的爱 没有实现在这个家庭里面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吧 当然 我不是否认 这个时代的难处 现在我叫姐妹们 要顺服丈夫 姐妹们说很难 因为姐妹也越来越聪明 姐妹本来就是聪明的 再加上学问更聪明了 所以呢 姐妹的学历 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逻辑思维 有些比丈夫还清晰了 所以为什么要听你的 你这个没有逻辑的人 姐妹 每次看丈夫的时候呢 心里面其实有一点 情是很难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说服他还容易 对不对 那么 这个社会的节奏 越来越快的时候呢 有需求啊 要感受啊 所以呢 孩子这无形当中 你们对他有要求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说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动静 当然 人都是 人都是稍微 这个罪性嘛 都有动静 但是接着社会的需求来的时候呢 每个人在这个制度里面 我不赶上 我就在后面了 那个 所以自然 你们是越来越会专顾自己 对不对 你们那个 那个人性里面的那种脆弱 就越彰显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现实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 主把他的福音给我们 也在这个特别塑造家庭的福音文化 我特别要加上 其实 对不起 塑造 我再加一个字好吗 现代 这个字很重要 现代 以前 文革之前 父母亲生十个孩子 还你们 你们自己发展吧 现在只能生一个 生一个的时候 每个人关注他 他的压力多少 你只有一个宝贝了 他不成才 你就完了 对不对 你就断根了 所以呢 现代家庭的那个痛苦 我知道 所以我们一起看 真的话 我们一起看 创始记 我们一起读 还是创始记 创始记 到底是神给我们什么奥秘呢 我们翻到第二章 第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用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讲神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能够与神交通的亚当 这个是不但没有惧怕的 没有无能的 它是能够靠着神来管理治理 全部的 所以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一个院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伊甸园 伊甸园 所以很多考古学家要去找伊甸园 在哪里 东方 我们只知道 那个日投出来 日投代表神的真理 圣经每次讲到日投的时候 都是这样 神是光嘛 环境来讲 但是这个实际的环境 在哪里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其实伊甸是什么 伊甸是欢心的意思 希伯来欢心喜乐的意思 各位 为什么人能够欢心喜乐 之前说什么 他是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 能够与神交通 随时看见神的同在的人 所以这样的人 把他放在这个地方叫伊甸园 所以伊甸园是什么 伊甸园是个环境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环境 什么环境 神同在的环境 各位 虽然有实际的 当时有实际的地方 但是其实更重要是 神同在的环境 各位懂环境吗 环境 什么环境呢 环境是 好像 你自动在那个地方 好像各位 一进来这个环境的时候 就是神的话的环境 对不对 大家的注意力 关注 思维 全部仰望着神的 有一个环境 如果你说 相爱的环境 你的孩子呢 有时惧怕的时候呢 我的孩子有时做噩梦 我就放他在我跟师母中间 睡觉 然后呢 他就 做梦啊 梦见鬼啊 怕得不得了 我跟师母两个人 相爱的讲话 然后 有时讲孩子 讲什么 他就听到我们声音 自动就睡了 各位有很奇妙的 环境的东西 各位 伊甸园是什么环境 神同在的环境 什么是神同在的 就是人 他的心 能够达到宝座的 他能够接触到 宝座的能力 得听宝座上 发射出来的声音 然后呢 他能够接触 一切的外界 外界 所以呢 亚当 很简单啊 他就跟神交通的时候 就啊 这个植物怎么种啊 这个狮子怎么管理啊 很简单啊 他是能够 这个狮子的性情 猴子的性情是怎样 这个植物是怎样样 很简单 这个是 跟神通了之后呢 这个智慧是继续来 继续来 然后比这个植物 动物更重要是谁啊 就是他的妻子 对不对 所以他的妻子的心 想什么 他的妻子是 他的妻子里面的 那个 整个心境 他妻子 有时候遇到 有些限制的时候 啊 东西拿不起的时候呢 他马上心里面 马上要帮助他 对不对 这是很自然的 可以夫妇之间 这个默契 我们每次这样讲 对不对 我相信啊 亚当笑啊 他们所享受的那个 还没有犯罪 他们的心还没有被侵犯之前的 你们要知道 能够通往宝座 能够通往外界 能够认识彼此的心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相爱 来生养众多 管理一切 治理一切的 这是一个 神同在的环境 所以我们讲 神同在的 不要只有抽象 神在哪里 望天 什么 在哪里 你要问 现在那个环境 有没有在你的家庭里面 很多的弟兄姐妹是 不明白这个环境 这个这么荣耀蒙恩的环境 有神保护的环境 特别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是 有时候要试探上帝 所以各位亚当夏娃是在哪里遇见的 在伊甸园遇见的 所以你们不要离开伊甸园 找配偶 然后找了之后 要把他带来伊甸园 那这个是跟他好相反 你在神同在的环境里面 睡觉 有一天开眼睛 遇见你的夏娃 遇见你的亚当 各位听得懂吗 换句话说 当然亚当不是在睡觉 等一下我在跟你们说 亚当在做什么 当然我要讲的是 与神同行里面 你无论做什么 你在与神同行的环境里面 你的另一半会出现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得到配偶的 你也不要受控告 因为福音要给你答案 所以只要现在你要蒙神的怜悯 来怎样塑造你整个家庭 但是我是劝单身的弟兄姐妹 不要绝望无助 然后走出伊甸园 你们在伊甸园里面 与神同行的那个环境里面 换句话说 你们在教会里面蒙恩 在教会里面蒙恩 追求主 心里爱主 弟兄们 你爱主的时候 你属灵了 就算你 人没有怎样 但是你会散发一种气质 有一种果敢 男人的那种性情在你里面 会吸引姐妹的 我跟你们说 甚至学历不高 但是呢 姐妹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 可以感觉到你可以引导她 你给她一种安全感 姐妹呢 那 也长得不是很标志 也没有关系 你在这样的话 像一丝铁 有X factor X factor叫什么 特性 特质 新的字出来了 写下来 特质 特质 写下来 我到台湾用这个 特质 姐妹们 特质 贤惠 特别 现代的姐妹都慢慢没有的那个 但是你又有贤惠 又有智慧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的 每次人要称赞你的时候呢 一边是称赞你 一边是羡慕死你的丈夫了 对不对 哎呀 那你真的是成功的姐妹 阿们不阿们 所以 各位看 现在在这个地方 那亚当在干什么 所以弟兄们 第十五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 安置在伊甸 使他修理 看守 各位 亚当在做什么 做工 对不对 这个做工 为什么要他做工啊 其实神是在 神是在叫他 看守做工的时候呢 其实神也在修制他 对不对 神在预备他 预备这个男人 给什么 这个女人还没出现啊 还没出现的时候 预备他 给那个他要造出来的女人 所以一男一女是有先后被造的 所以不是两个一起被造 对不对 所以那个奥秘也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弟兄要被预备 姐妹也要被预备 对不对 所以上帝造人在一起 不是像造动物 我造你给彼此 其实我是预备你们给彼此 听得懂这句话吗 预备 所以造了之后 预备他 修制做工学习有创意 对不对 有果敢 有上帝所给你的万有 你要怎么管理 这些东西就是现在 上帝在预备你们的时候 不是我还没有预备了 但是我就结婚了 怎么办 所以现在上帝再预备了 预备你们给彼此 所以经过很多的纠纷 吵架摩擦 所以呢 你们慢慢要成圣 其实没有一个夫妇是完美的 但是我先说 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的配偶 每次想 主啊 你在预备我 你在预备我 有一些我教会的弟兄 每次呢 尤其是单身的弟兄 每次像牧师很多怨气 那 一直讲 为什么神没有预备 神没有预备 就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说 神是的确在预备你 但是还没有预备到 你能照顾一个姐妹 我就这样跟他讲 听到真的不能照顾 我说 你是做电脑的 你可以搞电脑 不代表你可以搞女人 对不对 你搞不了这个女人 我跟你们说 你就搞电脑 但是呢 现在你要 这个女人 哎呀 你头昏脑胀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现在 你让神的话预备你 也让牧师的话来预备你 其实很多地方 我讲 我说 你如果可以听牧师的话 有一些地方 你可以听我的话 有点更新一点 你的有时候眼光 心态 各方面 有些单身的弟兄姐妹 我说 那我要预备到几时 我就关在家里 不是 你单身的人 你可以一组人 跟单身人一起出去 你多认识异性 异性的还可以选 这是一个福分 他可以选 慢慢看 慢慢看 有时候我发现 有些弟兄姐妹 一直 找不到配偶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头脑 有一个理想 我要的那个女人 就是还没有看到 但是看了十年 还是看不到 但是 另外一个角度讲 人家也看不上她 所以 这个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矛盾 在那个地方 我也不懂 怎么说 所以呢 我说你们出去 接触 你接触当中 你要发现的是 人怎么看你 你不要只有你去选人 你要知道 人也选你 你在另外一个异性的眼中 你是怎样的男人 或者女人 你要思想这个东西 所以呢 如果能够听牧师这句话的人 你真的是有福 这句话也不是 故意讽刺 你们开玩笑 其实我跟你们说 另外 我还要讲另外一句话 比较平衡 有时候 上帝 因着他的计划 在一个人身上 上帝要做的是什么 有一些人是 四十多岁才结婚 有一些人是 二十多岁才结婚 那四十多岁的 不要羡慕二十多岁 牧师你当然这样讲了 你二十多岁结婚了 所以我很多婚姻之苦 养育儿女之苦 对不对 承认不承认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四十多岁了 其实人是会变的 我二十多岁 我还可以生孩子 我一直想结婚 我要生孩子 但是你 你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 有时候你也觉得 那个自由 你已经习惯了 对不对 其实没有孩子 也没有关系 上帝要给你的另一半 只是也陪伴你 跟你一起服侍 这样 你们也不需要有孩子 所以这个 我一定要有孩子 孩子 我这样说吧 主快来了 你们知道吗 朱牧师专访里面 我就讲这句话 我讲了一大堆之后 小小采访我 后来我就加一句说 并且主也快来了 不要太关注 有一个姐妹就回应我 牧师你讲的 我全部都接受 只有你讲 主快来了 那句话我不接受 他就这样讲 我说 好好 但是我跟你说 如果主让你四十多岁 才结婚 结婚是一个使命来的 你那时候 你可能没有孩子 其实你没有孩子 你没有有一些残累 你们怎么 你有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其实有时候 你不懂得管理 不懂得养育他们 其实他们惨离你 他们在这个社会 这样长大的时候 像你的要求 很多东西 那可能主在你身上 有另外一个使命 所以呢 你没有孩子的 不要羡慕有孩子的 我们有很多的苦楚 有当孩子长大 如果他在信仰 有一点偏了 虽然最后 按着神的应许 他会回来 但是在他们偏的时候 给你是一个伤痛 真的很大的伤痛 你们了解吗 因为他是你的骨肉 所以 我这样说 那有一些 我曾经有一个姐妹 她也四十多岁了 她就问我 牧师 好 我接受你这句话 但是我已经四十多岁了 她还没有出现 那怎么办 那我要找几岁的 我能不能找 小我十岁的 小我五岁的 我说 姐妹 你要明白 我给你明白一个原理 有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 比较小的 年纪比较小的丈夫 跟年纪比较大的姐妹 在一起 或者 这个弟兄长得很帅 但是姐妹长得很一般 为什么他们会在一起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 我就问他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有想过吗 没想过 百事不能理解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是看外貌的 我的同工每次都说 牧师啊 我的孩子要结婚了 我的女婿是这样 照片给我看 我的什么 我的未来媳妇是这样 照片给我看 都是看外面那个东西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是外在的条件 好像没有 不是这么充足 年纪也好 还是样貌各方面也好 但是另外一个 比如说一个弟兄 能够会喜欢你 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年龄 你有一种成熟力 在比较年幼的姐妹身上的 他们那种 有时娇滴滴 有时候就无理取闹 那种 把你的整个的情绪 全部吸收掉了 那种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姐妹身上 找不到 就在成熟的姐妹 比较 所以你有了那个年龄之后 你应该要像你的年龄的 你有你的年龄的那种成熟力 所以你 如果这个时候 你要进到恋爱 你一定 应该要问 为什么 比你年轻的 男人会喜欢你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东西 你只有 你虽然四十多岁 但是还带着很多的创伤 很多不实际的理想 什么啊 就是一直要找 绝对 我说你说你单身 不然你会痛苦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讲到重点 还是叫各位 你要得医治啊 神在预备你 各位了解吗 有时候呢 你还没有得医治之前 你的想法是这样 你得医治之后 你发现 其实有时候 你也不需要另一半 还是什么 所以很多的 我们的空缺 你们了解吗 人长大的过程当中 他们受到 有些不好的背景的冲击啊 或者父母 特别虐待他们 对他们不好 或者不理解 或者有一些精神方面的 有一些困扰 各方面 所以他们 心里面也不平衡了 所以有一种空缺 所以带着这种空缺 我要找爱情来填满的时候呢 各位 绝对这个爱情不能填满你 阿们不阿们 这句话 所以你要问 你是正在享受神给你的爱情 还是你只是要补上 你心里面的有一些空缺 上帝为你预备的 那个这么荣耀的另一半 绝对不是来补你的空缺的 祂是来教你成为 更蒙恩 更优秀的男人女人 阿们 绝对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 我现在讲到这个地方 我多讲的地方 我们很多地方 我们要思想 这个不是人生哲理 我跟你讲 人生哲理里面是没有真理的 从真理里面 你要颜色发展出来 用真理来看万人万事 人的爱情 夫妇 你就懂有一个奥秘在那个地方 神预备亚当 预备效 其实还是实际的东西先讲 不然之下 我就抢了慧君传道的时间了 夫妇 还有儿女 家庭是只有这两样了 其实 没有儿女的 我跟你们说 夫妇 已经够了 因为上帝造一个家庭的单位 是男跟女 儿女是他们相爱出来 爱情的果子产生出来 有神所赐的产业 所以先是夫妇 先绝对不要关注儿女过于你的配偶 这样也是一个失败的开始 反而要在你们的相爱里面 制造出蒙恩的环境来影响儿女 这就不一样了 好 二 三 我不知道讲得完吗 四 可能我讲不完慧君就很开心了 他那天说 牧师不然你都呆到完吧 我说想得美 各位 当然 我们夫妇的信息 在三十六课 还有所有每个五月份的什么家庭月 你们都听了 所以现在我要多给你们答案的地方是 这个现代的家庭 现在的人需要多沟通 现在的人需要多触摸触动彼此的心灵 这个时代来人更敏感 懂得越多要求得更多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难处也会尽到夫妇两人当中 以前男人就是出去 不管妻子也是 妻子不受伤 现在你从上班回来 连看我一眼都没有 我就生气了 对不对 就是敏感 但是这个是事实 上帝所造的男人女人 应该是要怎样 我们都是罪人吗 是不是 从这个罪开始讲吧 因为你都是罪人 你爱得不完全 所以夫妇两人 我跟你们说 你们要反思 绝对要反思 各位探讨和分析 跟反思不一样 我看有一些姐妹的探讨力很好 分析力很好 我的丈夫今天回来 他说要这样这样这样 分析对不对 孩子今天回来不对劲 分分析分析 各位分析是需要 但是更需要反思 反思跟分析有没有不同 有 什么不同 反思 反思是有心的 分析是用头脑 用你的经验来看 好像一个老师 他分析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今天不对劲 什么 但是反思是什么 检讨的 我没有了解他的难处 我讲的这句话 惹了我儿女的气 对不对 有没有 反思的 反思是有心的 有检讨的 有一件事情发生 你就要检讨 为什么昨天师母 就是气氛不好 什么 你要反思 对不对 要反思 婚姻生活 能够 能够相爱喜乐 不是你们的爱情 因为你们都是罪人 你们的爱都是不够 你们认识彼此之后 就久了之后 没有新鲜的 但是当你反思的时候 你的爱情就会创新 各位了解吗 就会创新 因为我会更理解他 然后 然后这个当儿 这个当儿 你会发现 慢慢反思的过程 不是在讲是非了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我要触动他的心 我要理解他 了解他 来怎么感动他 扶持他 帮助他 这个只有反思的人 才做得到 师母呢 她是真的很一般的女人 但是她是真的得着我的心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师母很一般的 师母的IQ 只有220 我的IQ是240 所以我每次说 天才是245 所以我每次说 老公为什么你想得到 因为我的IQ是240 有时开玩笑开玩笑的话 但是各位不要相信这个东西 我跟你们讲 差不多一样的 师母有时候讲话也是 有时候忽然间 他忽然间急起来没有分寸 有时候也会的 就有一个弟兄说 师母的情伤是很低的 因为给他伤害过嘛 所以我们讲情伤是EQ 是不是 EQ 所以师母有时候呢 她是一个很十足的 十足的女人 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急起来就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她得我的心 各位有没有想过 其实有时候我们吵架也是会有的 但是呢 我知道有时候吵架 这个当儿 家里有一点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会感觉得到 她的心慢慢变 她的心慢慢会依穷我 适应我 有些姐妹呢 外面是很温柔娇滴滴的 但是里面硬不得了 里面绝对不改变 各位有些姐妹是这样啊 但是外面是很好 老公啊什么 但是里面 这个事业 你的这个事业一定要成功啊 我们孩子这个学业很重要的 一定要啊 这个心是在抓住那个 为什么你们笑 我以为我在讲我自己教会的事 原来你们也是啊 因为我就研究我们教会的姐妹们 我一次我跟立文章老娘说 我有一次在大陆一定要讲一篇道 名字就两个字叫做女人 我说这个特会一定很多人来 上千人来都有 所以你认识多么尊贵 对不对 连我这个男人都是天天在研究 研究不完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师母呢 我可以感觉到 他经常讲的话又是吃到我也有 但是呢 他的心变了 这个就告诉我他是爱我的 他是有反思的 对不对 就是爱情不用整天你爱我 我爱你 里面都没有改的话 那又什么 人是用这个里面的心来动到另外一个人的 思想 第二 两个人呢 有一样东西很重要 你有反思的时候呢 你就能沟通 沟通 对 夫妇沟通重要不重要 但是不要只有沟没有通 回来了 今天吃什么 今天上班忙吗 就这样 就讲事物性的东西 人要通的 你累吗 吃什么好吃吗 喜欢吗 这个 有没有讲到心里面去的东西 你在乎那个人 他的 他的经历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得到的那个经历 他的感受 对 你想知道 就是你想进到他的心里面去的 所以人的讲话是很奥秘的 为夫妇讲话 不是报告新闻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是要沟通的 一定要 我跟你们说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 世界的人也有讲 但是我跟你们讲 一个世界的人 不认识的奥秘 当上帝创造亚当 亚当 又把夏娃 预备给他的时候 他满意不满意 满意 哇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讲了这个之后呢 不是讲他们两个人 手牵着手在沙滩沟通 乃是谁跟谁沟通 女人跟蛇沟通 女人才跟蛇讲话 这个可以吃吗 上帝讲不可以吃啊 吃得好吗 各位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现在也创自己二章三章 有时候我在读的时候 有时候很多亮光出来 其实亚当在干嘛 姐妹的心灵是很敏感的 所以这个情绪情感方面的 有时候需要丈夫跟他讲话 有肯定他 有时支持他 有时安慰他 对不对 或者有点指示他 也有的 这个沟通方面有 但是这个人 少跟他讲话 那姐妹们心灵里面是什么 尤其是现在已经堕落 犯罪了之后 对不对 很多会敏感 多想 而且每次多想都是听错声音的 可以 很多时候 对不对 就是我的家婆怎样认为我啊 什么啊 然后你呢 没有支持我啊 什么 这心里面很多的 苦毒就会生出来 成见生出来 其实我跟你们说 我的 因为我跟师母是一起牧养教会的 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重要 我们的沟通会带来整个教会被保护的 我们两个人谈的时候 有时候师母说 有时候这个弟兄怎样怎样 这个 那我心里面怎么说 师母可能你这样看他可能还不够全面 他这样做这样的也是有他的理由 他的难处沟通 他就想一想 对啊 然后呢 我单单这样一讲的时候呢 他对有些弟兄 有些姐妹的 他们的软弱就会改观了 改观之后呢 所以他的讲话各方面都会 就是比较柔顺 各方面会理解出来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跟他们 只有单单 姐妹是敏感嘛 一看到人软弱 这个人讲这句话 什么教会啊 什么来这个教会 一点爱都没有 一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做师母的事 就比较先激动起来的 对不对 我们弟兄是比较客观 冷静嘛 所以我们 是吗 为什么没有爱啊 但是姐妹是 里面想 他什么意思啊 他这样啊 就是不看重 我们给他的爱心 他不领会啊 什么 姐妹是这个声音出来的 弟兄是另外一个 各位有没有 明白吗 所以弟兄啊 你的姐妹呢 一直从他的软弱不出来 是因为你没有担当 他的软弱 你没有在沟通当中 扶持引导他 或者你这个弟兄啊 是可能跟他沟通 更糟糕了 去骂他 什么啊 给家受伤给他 那就更糟糕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们说 弟兄这个方面很重要 但是夫妇两人 我自己本身 我做了有一些 东西对不对 我就讲到啊 还是什么 我总是跟师母沟通的时候呢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 我不是很需要人的称赞 但是我的女人称赞我 我是喜欢的 阿们不阿们 你们不称赞我没有关系 我回家的时候 师母说 哎呀 今天我真蒙恩 什么什么 哎 OK 好聊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夫妇 为什么上帝预备夫妇给彼此 所以你们的沟通 会带来怎样 小心啊 我在讲啊 这个中间 有魔鬼啊 你们少沟通 自然 就是想歪了 这个邪灵的工作 你们要知道啊 就像蛇一样 给人错觉 给人错感 错的观念 很容易来的 所以要保护彼此 要沟通 嗯 第三 各位 夫妇之间呢 是有承诺的 在你们的婚姻的承诺 和对彼此的理解里面 你们要主动 主动 有一些 有一些弟兄呢 是不能主动的 跟教会弟兄姐妹 也不能主动 没有关系 但是起码 你在婚姻里面 你要主动 你听得懂这句话吗 就是 你要厚脸皮一点 旁边你的丈夫不开心的时候呢 你要主动去问他 不要让他这样 姐妹情绪不好的时候 主动去关怀他 问他 其实有时候 这个主动是爱来的 真的 我们说 我们跟人是不可以主动的 但是起码家庭嘛 这个家是不一样的 已经有承诺 对不对 无论是丰富 无论是贫穷 无论是病痛 无论是健康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都喜爱彼此 对不对 不放弃 所以你的情绪有什么软弱的事 我要主动扶持 分享我的软弱 我这个人呢 生来就是比较自我一点 再加上这个罪性 真的是不得了 还是罪性叫我自我 一天我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 有时候每次吵架 一吵架了 我就不管他了 那谁里无理取道 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管他 其实后来我发现 不是我不爱他 但是我的人就是这样 我以前在教会里面 还没有做牧师 以前做一个平信徒的时候 有一些弟兄姐妹 就是无理取闹 就是什么 主播室还不管他们呢 就这种比较自我的个性 后来带到这个恋爱里面去的时候 后来我认识福音之后 我真的悔改 其实有时候姐妹们啊 他们傻一点娇 不开心什么东西 是就你要去 你要主动 然后他们想去一个地方 还是什么 你就不要去 去那边干什么 玩什么 没有什么好玩的 又浪费钱什么东西 那这样 看他不开心了 不开心了 去啦去啦 不要啦不要啦 不要去了 真的吗 不要啦不要啦 去吧我们去吧 不要啦不要去 好好好我们回家 弟兄啊 弟兄就是这样方便 对不对 就是我们弟兄的样子 其实呢 这个无心的地方 还是比较自我的地方 有的 你们自己想 你们自己想 我现在给你们一个例子一下 但是你们去想 后来我就 我蒙恩之后我发现 其实啊 姐妹是 其实我们弟兄也是主动 我们在家 我们做工很辛苦 各方面的时候 他们也主动关心我们 这个才能够会显出 两个人的一个爱 你在乎彼此 在乎彼此的信心 在乎彼此的情绪 后来结婚之后呢 有时候我跟师母 看电视的时候呢 看到 这个男主角 女主角也是 这个男主角 也是这样对 那个女主角的时候 师母就说 你以前就是这样对我 结婚十多年 还有啊 所以啊 我跟你们说 你们弟兄最好主动啊 不要留下伤害给女人啊 这个 也是我们现代家庭里面 的一个大挑战 所以现在 不但 我现在要讲的 不是学智慧 你是要学的是什么 心 你爱一个人 是一生的功课 认识他 然后呢 每一次在他软弱的时候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控告他 当一个男人 他越责怪 他的女人的时候啊 他是自己 越不向男人去了 因为他是你的半体 所以圣经的原理是什么 圣经的原理是 他是 跟你一起半体来的 对不对 你们成为一体的 所以你讲到他 很糟糕的时候 其实你的性情 是越来越糟糕 你是自然的 变成越来越自私的人 自私 整体的人来讲 越来越自私 因为连你应该 最爱的人 你都不能爱 都不能提许他 其他的人 你在外面 你对他们多好 多好什么 这是假冒为善的东西 各位了解吧 这是主动 第四 我们有时候夫妇之间 我们有不合 与 有时候分歧 不合与分歧 有没有 教养孩子 管理经济 或者 就是 有上一代的 家公家婆 还是什么 要给他们多少 零用钱 你们这里有没有 给父母亲 给父母亲 给他们还是没有 我就不懂 要给多少 或者夫妇两人 如果不一样教会 我们应该要去 哪一个教会 这些都是 会存在的分歧 因为 虽然是一体 还是两个人 对不对 关心兴趣 需要都不一样 价值观不一样 所以有不合分歧 出现的时候 我给各位 几个原则 你们写下来就好 第一 你不要因 事物性的事情 来摧毁 对彼此的形象 这是很重要的 就遇到一些 家里面 家务 做家务 各方面 水准不一样 比如这样说了 每次夫妇吵架 有时候也是 我们做家务 妻子说 你一直懒惰 没有把东西做好 那这个 你是懒惰 就摧毁形象 对不对 或者有一些分歧 你就是自私 你就是不依我 你就是这样 所以亚当一犯罪 就怪那个女人 你整个女人 都是这个女人 什么女人 还不是你最爱的女人 对不对 你就摧毁她的形象 人是有尊严的 对不对 你就算她那样软弱 但是你把她定准为那样的人 就完了 原来你应该保护的 你吹了形象就没了 第二 我跟你们说 其实每次分起来的时候 你们一定放下自己 跟自己说 我要更了解她 我要更了解 了解她 她的思维方式 她的软弱 或者障碍 在哪里 她是一定有障碍的 所以那个障碍 你要帮她解除的 我们 夫妇有时候不能相爱 因为不够理解彼此 你认识的 你的配偶 还是好像十年前 你这样认识她的 所以我们分起来 为什么她不要到我的教会来 因为她有一些障碍 可能她跟那边的人 人际关系 或者她对 我们生命堂的牧师 觉得是异端 还是什么 你这些方面 你要给她 要跟她谈 然后呢 如果是很客观的 两个人都有很客观 主观的理由呢 你就爱一下她 疼一下她 还是什么就好了 问题解决了 这是很主观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客观 真的 我们这个地方真的不能 比如说我们就赚这样多钱 还要就是这样花 这样给父母 不够还是什么 有真的这样的 客观来讲是这样 我们一起祷告 查验 最后呢 亲爱的弟兄 最后按照圣经的原则 还是妻子 依从丈夫 好不好 按照圣经的原则 最后 已经由大家一起很客观的 不是在情绪里面 有彼此理解 尊重 最后还是姐妹自动的 好吧 就依你 你这样说 你绝对不会因着 你的弟兄错误的决定 你受亏损 绝对不会因的 阿们不阿们 你要相信上帝会喜悦你 上帝因你的顺服 会保护你的家 各方面 所以不和和分歧 是要这样解除的 如果这个你不懂解除 就成为受伤 受伤就变成坚固的硬类 有苦毒 有毒根在那个地方 现在挽回还可以 最后 其实上帝叫你结婚 来叫你成为怎样 恒星在哪里 朝恒星 恒星在哪里 不见了 明天要结婚了 没有听这个 明天要结婚了 还要不要给他们组婚 当然要 所以 大家看到恒星 恒星 昨天早上的信息 你一定要听啊 明天看到 这个是救你们夫妇的 所以 结婚了 弟兄姐妹 婚 最后上帝要你成为怎样 其实更坚强 更坚强的 男人 对不对 能够有能够有能力爱你的妻子 就算你的妻子 无理取闹 还是怎样 误解你能够爱她 能够为她牺牲 对不对 牺牲是 牺牲是要舍己的 舍去你自己的自尊心 你的看法 还是什么 就算她没有你 但是因为你坚强 你能够承受 你成为更坚强的女人 对不对 有时丈夫不是 我们的丈夫不是基督 基督是完美的 丈夫是有时候有脆弱 软弱的时候 但是女人 我跟你们说 你们做女人 今天慧君传道会跟你们讲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讲这个 她每次跟我说 做女人是很划算的 因为 你改变一点点 她会改变更多 各位了解吗 你依她一点点 最后她全部就依你 很划算 但是你小钱不出大 全部来 了解吗 哎呀 到现在我们姐妹们 还不懂这个道理吗 那你们读什么创世纪 所以我就随便创世纪 用这个来跟你们讲 这个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夫妇成为一体了 这个就是帮补彼此了 对不对 成为一体 如果我今天一看说 我们要塑造家庭文化 弟兄姐妹 夫妇要成为一体 你们每个睡觉了 因为都听过了 但是现在我有这个五样东西来跟你们说 现代夫妇里面 你们最好明白什么叫成为一体 帮补彼此 这个 祷告 明年牧师看到各位 缓缓洗洗的 恩恩爱爱的 连快要离婚的也能够恢复婚 还是什么 甚至到这个地步 我跟你们说 每次牧师最开心的就是 有些弟兄姐妹本来又快要离婚了 后来因为听了福音就好起来 甚至另一半是非信徒 没有关系 只有姐妹蒙恩 就是她能够赢回这个婚姻的话 就证明她真的成为更贤惠的女人 更坚强的女人 因为女人是容易受伤 但是她能够理解她的男人的脆弱 到一个地步 能够担待她的软弱 有一天 丈夫振作起来之后 她会叹回去 这个时候她会反思的 现在儿女 怎么办呢 还有时间 我们再看好不好 还不要听下去 没有儿女的可以 出埃及记 我们一起看 出埃及记 第一章吧 各位第六节 约瑟和他的弟兄 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每次圣经就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这个是来到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了 摩西死了 但是呢 下一代有谁 约瑟加了 但是现在约瑟死了 后面有谁 不知道 只有留下了一大堆 一群散沙 就是以色列人 怎样呢 这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并且繁茂 极其强盛 满了那地 各位 通常第一代很蒙恩 他们走了十字架的路受苦 一定是带来这个丰盛 所以有些教会我看啊 因为前辈们继续这样蒙恩的时候 做了长老牧师 执事 他们生的孩子 哇 做律师 医生 法官 教授 自然的人这么聪明 这么优秀啊 这真的是恩典 你们知道吗 但是呢 问题就在这个 得到一切的成功 但是神的应许失去掉的时候呢 就糟糕了 所以第二代的信徒 是有一个大挑战 如果现在你经过释迦 苦难 还是什么这样的蒙恩 你会珍惜这个恩典 第二代 你要他们珍惜恩典不容易 所以第八节说 有个不认识约瑟的心亡起来 治理埃及 对他的百姓说 看啊 这以色列民比我们海多 又比我们强盛 来吧 我们不如用巧计 待他们 对 这是有阴谋的 这是有诡计的 所以用巧计 就是压迫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能够这样对待 这么强盛繁多的子民 就是 其实我也看不到 他们当中 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 对不对 他们只不过这个人多嘛 对不对 教会的人多而已 没有关系 但是其实里面 没有什么像约瑟这样的人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讲 教会的文化使命嘛 没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人出来 其实世界的人 其实根本 你们去教会里面 唱唱歌 精神寄托就好 但是实际的能力 影响社会能力是没有 所以这个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样要对他们 来吧 我们不用巧计带他们 恐怕他们躲起来 日后 若遇什么争战的事 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 离开这地去了 所以 我就讲一句话 一个时代的灭亡 是 因为 教育的失败来的 阿们 我是用在福音的背景来讲 一个时代能够变成这个样子 世界的力量这么大 不尊敬基督徒 也不在乎什么基督真理 道理什么 同性恋 就是要合法就合法 什么对 堕台可以就可以这样 这世界要怎样就怎样 是因为 这一代的基督徒 没有把这个应许 神的话 教导得清楚给下一代 所以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阿们 所以用家庭的眼光来 为什么今天我要讲这个信息 所以当我们讲儿女教育的时候 我知道 我在新加坡讲这个的时候 弟兄姐妹 有一些觉得牧师太属灵了 你讲到这个儿女的时候 讲到这个后代渔民什么 讲这些神的义群 我们要听怎么教儿女的一些方法 我跟各位说 方法用尽了 下一代还是一样 没有 方法是人给出来的 人确认出来的 但是那个根基性的东西是什么 各位了解吗 因为这个无限的圣灵 它会光照 但是那个根基性叫圣灵做工 所以你要知道 要传什么给下一代 非常的重要 做父母的 救赎人 救赎是我们的信息了 阿们 神救赎我们 天天救赎我们的事 绝对胜于这个世界 要得取 什么容易 什么成功 什么学历 什么东西 救赎胜于得取 该隐关注的是什么 得 对不对 亚伯关注的是什么 神怎么拯救我 我是献祭当中 怎么要听见他 看见他怜悯我 然后按着他的指示我 各位 这个两者都不一样 这个是儿女教育的 一个中心理念来的 所以连在我们家庭里面 我们做父母的 教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向孩子承认 爸爸有时候也 讲的东西也不对 去年讲的还是什么 有一些的 或者有一些的话 或者有一些对你太重的 有一些有点不对 有一些血气来的 有一些错误的观念 所以我会承认我的错误 因为我是蒙救赎的人 所以我们天天要蒙救赎 这是我们儿女教育 有一个中心理念 从这个地方要发展 发展出去 这个世界 是给我们儿女的 我的女儿是打球 她是打那个 无网 那个篮板什么球 没有板的 那种篮球 不懂叫什么 她的教练每次说 你们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因为看他们打球的时候 没有那个魄力 你们要相信 我女儿每次回来的时候 我的教练每次说 我们不相信自己 所以她就 所以你们要相信自己 你们才能得到球 你们在那个战略当中 给那个对手 有这个感觉 但是 我是这样说 你打球 你打球 当然没有一个人 打球是为了输的 对不对 你进去打球 对不对 你要把最好的打出来 荣耀胜大 然后也应该要赢 带着这个心 当然要赢嘛 没有人是为了输来打球 但是赢了荣耀主 输了荣耀主 你打球的时候 玩到最后一刻 不要 输了随便玩 不要这样玩 打球 是这样打 这个就是上帝的 给我们的一个价值观 各位了解吗 我们无论做什么 要总是记住 我们是被救赎的子民 我们是要传救赎的信息 我们在难处当中 是谁救赎我们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 我们为着救我们的上帝而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失败的时候 我们显出他的救赎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失败的时候 我们不是落到低谷 也是感谢主 给我这场球赛 让我学习 还是什么 一般的 我现在讲的是 延伸出去的东西 延伸出去 救赎理念 跟你要得取理念 是不一样的 第二 像我刚才说的 我快快讲 应许 孩子呢 绝对给他们应许 应许呢 是叫他们 不是观念 让他们知道 神的美意 你的英文老师不好 我告诉你 神要你学什么 你的那个不能 我爸爸教你 对 神的美意 是这样带领 所以我的孩子在 我们家庭 也是很一般的 我们也不是赚大钱 住大洋房 炸汽车 但是你们知道吗 在我的家庭 有一种文化是 没有一个问题 能够留住的 只要孩子回来 什么学校 什么事 什么朋友欺负他 考试压力 什么 师母很多很忙 什么时间赶不来 主的美意 是什么 所以因为主的美意 讲出来之后 所以这是主为我们 预备的 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 那个美意 所以是得胜的 没有一个失败 挫折的东西 无主无能 只有痛苦 就留在这个家 不可能 有什么 我们一起仰望 祷告主 然后主的应许 告诉我们什么 那现在我跟你们查验 那个美意是这样 这样讲 对不对 我很多见证了 没有时间 这边多讲 但是 请你们问 家庭里面 你们每次带出那种 无助无奈的声音 孩子每次看到 父母吵架 因为在钱吵架 哎呀 我们讲 所以他长大就是 我要赚钱了 我要赚钱 各位了解吗 因为已经无助了 那个无助 这个家庭不能 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出来了 所以孩子就说 以后我长大 我一定要补上这个地方 补上 但是他走错路啊 因为那个缘故 但是我们的家是有神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关注 追求神 传福音 然后做见证 有各方面的问题 来的时候呢 主的善良美意是什么 对 我们这样做 得胜了 然后我们确认 然后再确认 真的得胜了吗 得胜了 我们一步一步走 所以家庭是习惯了 就是神为王 这个得胜者 在我们的家中 就有一种这样的文化 总是存在 所以孩子没有惧怕 我看我们李策牧师的孩子 真的很有福 两个孩子 他们是从来没有为钱担心 因为我们李策牧师 他是钱 今天来多的就奉献 然后需要的时候 祷告就来 他的孩子 钱是这样 祷告就来 需要就来 我跟你们讲 我在一个世俗的家庭 长大的人 这个东西 祷告了 钱真的会来 这个东西挣扎得不得了 总是 甚至连做牧师 这个体制已经在那个地方 各位理解吗 跟一个这样长大的孩子 虽然他的孩子认识福音 还没有我这样生 但是我看他们有一种体制 很奇妙的 这个Sofia在美国 就是一个人拿着包包 去那个地方 然后呢 他跟人是很直接的 他的公司 他做的那个地方 那个报馆 我们只可以给你这样多钱 然后他回去算了 然后把他的需要的 那个钱 整个月的生活费 车啦 什么啦 房子 什么全部写出来 不好意思 这个某某单位 但是 我也很愿意在基督教 报馆做工 但是我算出来了 我需要的是这个 有这样跟老板讲话的 真的 我算出来的是这个 他们一看 嗯 好 我就给你 就这样来了 祈求就得着 这么容易 对不对 他的属灵背景很好 这个属灵背景就是 因为有一些人是讨价还价 不可以啦 哎呀 换工作吧 什么 你挣扎 对不对 有些人是 钱不在他的顾虑里面 因为从小已经确认了 这个应许 对不对 在爸爸的家中里面 这些东西你们笑笑笑呢 你们回去 真的要跪下来祷告啊 我跟你们讲 这个东西 不然明年回来的时候呢 只是笑一场了 全部体制没有改 没有得意志 你享受不到这样的恩惠 第二 第三 嗯 然后呢 你要建立 孩子的良心 嗯 良心 其实呢 我刚才 我刚才已经 已经说了 对不对 这个良心的问题 这个时代 良心上进的问题 我们教导人 是要唤起人的良心 对不对 我们第一次教导 是讲一个道理 道理 对 你这样做不行 不合神心意 会伤害人 也是一个自我的 知识的表 道理 他接受了 对不对 但是道理 接受了 还不够的 你道理 接受之后 你要跟他确认 确认 当你违背 你的良心 活的时候 比如说在学校 跟老师讲片话 旷课 你担心不得 你心里面 就算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你的良心知道 还有什么 撒旦知道 所以你下一次 讲的片话 是越来越厉害的 一定的 对不对 然后你讲的片话 越来越厉害 其实你是越来越惧怕 被发现的 有没有啊 孩子 我的小儿子 就是有一点淘气 有点调皮 没什么 弟兄姐妹 这个孩子要妈 要教啊 什么 但是其实不是 是良心的问题 因为他 有些孩子呢 比较调皮 好动 对不对 有些孩子就是 你讲一句 他就听了 我的女儿 是从来不犯规的 他是不犯规的女人 所以呢 他是看他的弟弟 他是觉得这个要不得 要不得 弟弟是从事 就是调皮 但是他是 每次我说 你要怎么教他 第一你要给他爱 先要爱 因为他的心性很强 他需要你的认可 认定 爱了之后 孩子跟你讲一些道理 然后他明白了之后 确认 然后你按着神的意思 做的时候 你开心不开心 开心对不对 啊 对了 那他有确认到了 那个道理就生到他的心 又成为良心 他的良心 洗尽他的良心了 所以下一次他要讲骗话 还是什么 欺负朋友还是什么 这些东西他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是 只有孩子做错 骂他 骂 也没有跟他道理确认 对不对 神的话是道理 然后要确认 所以他才可以感觉到那个真实 所以你要建立孩子的良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就想用那个什么 强色指一个 孩子 什么 我可以想象他的父母是怎样的 对不对 就一生当中 你没事就好 孩子你没有事 没事就好 不要管 人死在旁边 没有关系 跟狗一样 一定是这样 这样的父母才会养出这样的孩子 对不对 良心 所以保罗每次讲 我以无愧的良心服侍主 各位有没有发现 神的道 洗尽 不是道理 头脑的道理 洗尽这个良心 所以他知道 我这样做 按着主的意思 我是对得起主 我虽然不能每一样东西做得尽善尽 但是对得起我爱神爱人的良心 我就做到这边 那就好了 孩子 第四 各位 父母呢 也是我在家这句话 多反思 反思我这边写了 这个是第一 但是这边呢 父母是比较有权柄的 可以教导孩子 有价值观 但是反思还是需要 反思几样的东西 但是用一句话来讲 你如何不惹儿女的气 所以新的圣经只有这句话 不要惹 不要惹 但是所以我如何不惹呢 几方面我就讲 第一 请我们大陆做父母的 不要怕跟孩子讲不可以 阿妹 跟我一起讲 不要怕跟孩子讲不可以 有时候呢 我们已经到一个地步 手机 他已经 你可以跟孩子讲 不要拿手机吗 这个时候 很多父母不可以 现在聚会收起来 今天到教会不要拿 还是什么 从小 你可以跟他这样讲吗 爸爸妈妈 我不要吃菜 没有没有 吃你喜欢的就好 不可以 这是神为你预备的 放在桌上的 吃 不要怕 讲不可以 因为他是有罪性的 如果你连这个都怕的话 你做什么父母 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 有时候连他从小 一岁两岁 你有一个原则 这个许可 这个不许可 这个 第二 不要只有骂 折骂 却不帮他指出 一条路 这句话 因为地方不够 现在 折骂孩子 你学习不好 你祷告 帮他指出学习的路 像牧师这样做 连我这么忙 对不对 他有一些作文 帮他 因为他有那个难处 你要知道 孩子是有难处的 他小嘛 又嫩嘛 所以呢 他每次遇到一个障碍的时候 他自动的反应是放弃的 自动的反应 所以他已经放弃 惯了 他长大 就变成一个逃避者 所以你跟他说 其实不难的 指出一条路 给他 指出一条路 告诉他 我的孩子 大儿子很懒惰的 没事 我就带着他去 跑步 跑一圈 下一回跑两圈 他再跑三圈 就是带着他 其实跑完之后 跟他确认 不难对不对 然后跑了很舒服 对不对 流汗各方面 各位 这个就是你要帮他指出 你怎么也鼓励他 不要只有给他压力 你们知道 父母有时急起来 只有给孩子压力 他已经 比如说 学习各方面都不能了 你再压他 你是加重他的难处 所以我们无形当中 我们其实不是帮他 给他一个桥梁 我们乃是帮他 就是断掉那个桥梁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思想这句话 这是第二点 第三呢 在养育儿女的时候 父母要共尽责任 但是以父亲为主 父亲是要给孩子价值观 当然价值观 父母都可以给 但是你们知道 在一个家庭里面 两个人都有参与 对不对 两个人都有参与 跟孩子沟通交导 但是这个家庭的文化 价值观 我们礼拜天一定要做崇拜 我们要 今天时间分配要怎样 这是这个父亲给的价值观 通常父亲很没有原则的孩子 没有原则的家庭 孩子长大的时候 好像得不到一个 好像identity 没有自我身份 好像那种 这样也可以 那样也可以 所以呢 大陆就是 你的家庭有这个问题 你的家庭 我是无论怎样忙 我是花时间 跟我孩子在一起 跟他们沟通 还是什么 就算只有一半个小时的时间 也是这样要沟通 有时他们就吃 回来 学校回来 我一定坐下来 跟他们吃饭 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啊 什么 然后我就讲一些 那他懂 爸爸的有些价值 以神为中心 以传福音各方面 然后呢 主的真理说什么 然后我们跟人 怎么爱神爱人 起码这个价值观是有的 他们做不到 没有关系 我们尽心尽力就好 价值观 有一些报告说 家庭里面 孩子成为同性恋 很多是父亲的问题 父亲是一个形象来的 他是头嘛 神接着他做头 他没有把那个 好像神的形象 对不对 起码要带领家庭的形象 做出来 对不对 改妈的妈 改有原则的原则 对不对 要保护的整个家庭 保护的妻子的情绪 没有保护 孩子呢 就是很奇妙的 长大的时候 这个性情就乱了 很奇妙的 所以今天讲很多话给弟兄 但是姐妹们不要回去 就是指控你的弟兄 你要问 你要怎么坚强他 成为这样的男人 如果你觉得很难讲 你说朱牧师今天的信息 我可以拿回家 给我的丈夫提问也好 第五 最后 教导他 他们 只有这句话 圣经说 时间的宝贵 教他们 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写 主快来了 有很多的时光被拿走 当时光被拿走 各位就会知道 主快来了 怎么讲呢 当时光被拿走 人是其实越来越愚昧 人把很多的时间放在哪里 看一些对他的生命 无关紧要的新闻 报告 娱乐 但是跟他的生命 能够影响这个世界 祝福万民 无关的东西 甚至我今天早上讲的 那些专门 专门化的东西 你们要花时间 你们看朱牧师讲道 随意自如 你们知道我花多少时间 我是24小时讲道的人 连晚上做梦起来 早上都会写出来 那个东西 这个神的话 跟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 我的整个的生活 家庭 各方面的生活 成为一个了 你才能够讲出 这个人一听 能够感应到 这是实实在在 真实的福音 对不对 不是一个道理 如果你做老师 对不对 你做老师 你就七个小时 做老师 教学生 然后回去累得不得了的 拿着手机 或者看韩剧 整天就只有做那些东西 时间都浪费掉了 每天晚上五六个小时 就这样 松懈嘛 松懈 但是其实一种浪费 完了 然后另一天 你再教七个小时 你教做老师 十年如一日 绝对不会进步 绝对不会进步 因为你只有应付性 来做那个东西 我跟你们说 甚至你做一个行业 对不对 做老师来讲 看到什么东西 用这个来怎么教孩子 看到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有意思 什么都是用来教材 所以我们传福音 也是要这样的 你们做店 或者你们讲做卫商 你们要为主做 对不对 你要怎么把福音 跟你卫商融合在一起 然后你做的时候的 那个动机 对了之后 然后你要看 你要卖的东西 你的产品 真的是对人有益处 然后你的 你跟人的关系 交情 你在乎关系交情 过于你赚钱 对不对 因为从这个地方 你是要传福音的 对人有真诚的一个心 对不对 爱人的生命 看到人的空 但是你也实在做一个生意 就这样做当中 人不跟你买 还是跟他做朋友 很奇妙的 你是对人有兴趣 不是对生意有兴趣 但是有一个生意方面的 一个专业还是有 对不对 这样做 然后这样接触人 然后慢慢 这个当中 人会被你吸引 甚至你的东西 贵一点 他会跟你买 然后后来 你就有一套了 你就懂 原来这个世界 看起来是被钱转动 其实不是 是被心转动的 因为这是真理 对不对 神是爱 所以连你单单 要做这个微商的东西 你要为主而做 你要生思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的汪云 如果你只有为了赚钱 然后过后 赚了钱 就是享受人生 你绝对不会成功的 在这个地上 我讲的成功 也不是地上 连树林方面不成功 地上也不成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有一个原理告诉你们 上帝是在什么带领 尤其是我们活在现代 各位 这次牧师的信息 比较现代性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们就会了解 我是祷告很久 到底 现在 我们的时间表 我们来中国的时候 我的姑姑来 学的第一句话 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那天在天津 我说 我和同工们说 我的话现在赶不上变化 每次来讲的信息 但是时代变得太快 社会变得太快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讲基督 讲宝学 讲圣灵 但是要怎么把神的美意 讲出来 挑战你们 阿们吗 所以各位回去确认 这些信息都是 你要放在你的情况 思想的 我们去祷告 主感谢你今天 给我们这样的时光 我们得到很多智慧 但是主 我们要把这些 你所给我们的道 你的旨意 放在我们的心中 主 因为这是 一切的国家 要重新发出 所以主今天 求主用你的道 洗净我们的心 使我们进入 很多的反思检讨 我们再次 这个话语要思想 要应用出来 主帮助我们这群 我们年轻人特别 就下一个时代 是属于他们的 主啊 在这个当中 兴起像伊利亚 伊利沙 有这样的七千人 有不像这个世界屈服的 但是却能够从上头 得到一切的智慧 来影响这时代的 求主兴起这样的人 在我们当中 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下午的时间 也交托给你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